大家好 前期跟大家分享了给这个茉莉花做春前修剪 需要提前做的一些工作 就是给它喷零色金甲 然后给它掰光这个叶片 再给它控水 那么接下来这个茉莉花已经开始达到修剪的一个效果了 具体要怎么修剪 修剪之后又该怎么养护 保证它根长得旺 开春长新芽多呢 那么我们给它修剪 一般分为两步 第一步就是把一些交叉枝条 像这种从里面长出来的 还有一些老枝 还有一些弱枝 像这一种枯枝 第二步就是给它平剪 我们保证这个珠形够高就可以了 一般正常来说15到20厘米高 就可以全部统一将它平剪 这样就修剪完成 修剪完成之后 大家担心这个伤口容易感染 容易枯萎的话 我们可以用点这种伤口一而剂 我这个是甲菊流菌磷 可以保护这个伤口避免脱水 又可以预防续菌感染的一个效果 直接涂抹到这个切口就可以了 这样就能保证这个伤口不会感染续菌 尤其是伤口比较大的 最后一步就是给它使用这种快速生根粉 因为前几天经过控水之后 它的这个根系开始变得活跃 尤其是在南方 这个天气的气温在15到20度左右 这个茉莉花的根系是非常活跃的 非常容易长一些新根的 所以给它用一点这种快速生根粉 可以让它这个新根长得更加的快 更加的强壮 那么等到一开春 这个根强壮了 吸收养分的能力就会变得更加的强 想要它长新芽多就容易了 如果我们打算给它换盆的话 我们先不要用这个快速生根粉 继续让它控水 控个两三天 等到这个土壤干透了 土壤松散了 我们再给它换盆 然后再给它用这种生根粉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给茉莉花做修剪之后 如何正确处理 保准它开春快速长牙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